脸书上的朋友就算你不认识 是不是也有可能帮上忙呢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案件 说有这些脸书朋友 怎么都这么冷写等等等等的 但是脸书不是光 昨天这个案件实在太特别了 其实它也很多时候会救人的 我们随便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英国人 他在家里面瘫痪了 他整个人已经是瘫在那边 根本连他们家的门都爬不到 他很用力地爬到电脑旁边 上去敲脸书的朋友 结果什么美国人啊 加拿大人啊 通通在帮他想办法 联络警察啊 从外国帮你想办法 联络警察到你家来救你 其实这样的事情 敬平不止出现在国外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可是台湾甚至包括对岸都有 对不对 对其实你刚刚讲这种案例啊 在台湾之前也曾经 我给大家看 其实有些观众可能不去碰脸书的 像你旁边这位 像英雄哥可能也没有去玩脸书 但是我们一般像年轻人沟通的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 就是一般在网络社交啦 那有人会用这个来做 跟朋友互动联系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的朋友留言 像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脸书 那这是我还是首页 不是用我自己的 除非点到我自己的个人的 那我有时候会首页 看看有些朋友啊 他在网络上放什么资讯啊 然后可能会跟他互动 会聊个天啊 后来他会po一些照片啊 像这个以前有个同意 他就放了一个 以前也是在柜台当记者 他就放了一个 他妈妈做了一个饭团的照片 就是这样子跟朋友在互动 那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说 他在脸书上po一个留言说 基督教的那个告别礼拜 很快就要举行了 他想要一个典雅又素雅 然后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花圈 然后请牧师为我主持 那这样一个po文po上去之后 有人就会觉得不对劲了 虽然大家都讲说 对其实网友 跟这个今天讲的这个 自杀的案例 这个林姓小姐这个女生 没有一个彼此辅助的义务 她面对的 虽然是一个活生生的 这个脸书自杀 整个po文转播的过程 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辉文大哥讲的 他毕竟面对的是一个 虚拟的网络世界 我常讲网友很多在打字啊 按赞 你看你去坐捷运达车都是低头 拿着iPad或iPhone这样子 大家都低着头 就算我们 我今天跟贝妮住来吃饭 我今天跟一红哥在聊天 我们去看那个 在喝咖啡 我可能在低着头 有些人都会觉得很没礼貌 对我就坐在你面前 有些常情侣还曾经发生过 因为这样吵架 男朋友袖手离开 然后女朋友就只顾着 你宁可跟网友在那个脸书 这样子 也不愿意跟我聊天 好像变成 把彼此之间真正的距离 是零距离才对 越拉越开 反正你跟网路的距离 好像越拉越近 但是真的出了这个事情 出了意外 你好像又没有扶住 他的一个义务 好像又变成 好像这个打打字 变成一个义务 按个赞好像变成习惯一样 有人按赞 根本没有在看他按什么 看到有人突然PO上来 就给他再打字 跟一种打字的义务 就很冰冷的键盘 跟冰冷的一个 面临的一个世界就对了 那曾经有个案例 就我刚讲 他PO上说 他基督教的仪式要举行 他需要一个花圈 请牧师为我主持 这段话呢 被基警的网友看到了 那有一个小姐 就赶快去跟警方报案 然后那个警方报案 我觉得刚刚那个 那个崔芬心理医师 还有跟那个 惠文哥他讲的很对 说是不是要有一些 鸡婆的动作 鸡婆的心理 和鸡婆的心情 这个警方他其实 他们也很鸡婆 他们想到了 要不然他们其实可以 像刚刚惠文哥讲的 在哪里就很自私的 很八股的 很官僚的这样 接受理报案 但他不是 他马上受理报案的 援警之后 他马上跟所长报告 所长透过那个网友 所提供的网址和脸书 他上去找 那一般当然脸书 你要去加入朋友 你才能够看到 他更全面的资料 否则你大概只能看 一个大概 有一些条件门槛的限制 但是他比对 他的一个照片 他把那个 想要自杀 有亲身念头 那个网友的照片 比对到他这个 全国护证系统的照片 吻合 再从他的护证系统照片 去比对 他的一个生活照 生活环境 然后找到他的一个 他的确信的一个 因为他们警政系统 都跟护证系统 做一个连结 然后找到那个警政系统 他要透过护证系统的网络 去找他的地址之后 马上 然后迅速跑去救他 果然 那个亲身的网友 已经吞了八颗安民药 然后后来经过警方 和网友合力之后 把他送医急救 然后救回这个 有亲身念头网友一条命 所以我说 脸书没有救人成功的案例 也是有 就在于说 大家有没有心 想要把这个冰冷的世界 弄得更热一点 真的 树下刚刚讲的 真的是鸡婆一点 你的鸡警 你的鸡婆 真的可能会 可以救到一个人 讲到鸡婆 Fanny今天来 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一个鸡婆的案例 对 因为我觉得女人 她会想不开 通常都是因为爱情 那旁边虽然脸书的朋友 会给她鼓励 她听也是听不进去 那个人的出现 一句话留下来 叫她不要死 那太重要了 我在我的脸书上面 曾经看到一个朋友 他在讲 在那个 拍我的照片 是他的手在放血 旁边真的 已经割下去了 对 他有刺青 所以我一看就是那个手 他之前常常展示他的刺青 可是那个手在放血的时候 我就很惊讶 所以活生生看到 血滴的照片 对 整个 然后他一边在放血 一边还去打字这样子 对 对 然后我知道他失恋 可是呢 其实我知道他大概的位置 可是我也不知道 很清楚的地方 那我只能跟警察讲说 大概哪里 然后警察就问我说 你可以告诉我地址吗 我说我完全真的不知道号码 我只是印象中好像 因为他现实生活中 我也看过他家一次 好像在一个什么 美容院的楼上 然后可是我给警察一个 非常可怕的线索 就是他是租屋的 他是租屋的 警方跟那边的管理员讲说 租的 出租的房东吓死了 全部都动起来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里面 死一个房客变成凶宅 所以这样子就找到了他 那他那时候 在医院的时候 其实他非常的虚弱 他是很希望说 是那个男的救了他 然后后来啊 我通告码完以后 马上跟他讲说 其实是那个男的帮你报警的 他只是想 不要再跟你继续下去 但是你也不要这样伤害自己 他知道这个男的 还帮他报警以后 他还有点高兴 就是他不是真的不在乎他 但是我还是安慰他说 但是 你还是要找新的男人 他真的要跟你分手 不要用这种方式 我这样子安慰他 然后再告诉他 约他吃啊 玩啊 认识新朋友啊 把他再 就是 手上他还包着这个东西哦 可是我一直要填满他的生活 我不要让他再去想那个人 然后这个人 其实他就很快乐啦 他一点都不想死了 所以你曾经在脸书上面 这样子成功的救过人家 帮过人家的忙啦 所以你自己是不是也信任说 你需要帮忙 需要协助的时候 你自己也上脸书来求救 嗯 对啊 其实脸书 真的是一个蛮好用的软体耶 像我什么Word不会用啊 什么 嗯 一些电脑东西不会用 我都在上面问一下 就好像我的 资料库一样 知识家 全部人都会回答我 那很好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之前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还传说说什么 你会上脸书去求救啊 什么什么小狗要给谁 还是什么要给谁 这一类的 当然我也是一个蠢蛋啊 我曾经就是 为了一个男生 我弄得我真的是很不想活了 但是我 呵呵 女生都是情官对不对 对我现在知道啦 我只要自私一点 自私一点 就是爱自己 别人的话我就不要爱他 让他来爱我 我就不会难过了 结果你为什么 你会说你自己是蠢蛋呢 因为我之前很蠢的心去爱人啊 嗯 先爱人的那个人受伤了 那我那时候也是难过的不行 我不知道跟谁讲 我也不想讲了 但是我的小狗 是我很牵挂的东西 所以我 我写下一个 写下一个我的小狗 要请谁帮忙照顾啊 我的房子要交托给谁啊 什么的 那我什么都没写 我就写一个遗言 因为我觉得 反正人早晚都要死 一夜走到写的嘛 结果后来没想到 92颗爱名药真的是太少了 只是让我很难受而已 只让我非常的难受 90几颗真的是太少了 死不了 你也是把它破到脸书上吗 没有我是被 被救起来以后才发现 这样真的太少了 嗯 然后没死成以后 哦 你有刺杀过 老师好了啦 不是不是 一鸵大哥好了啦 老师我现在好好的 可是我当下真的是非常难过 后来我怎么好好的你知道吗 因为在你要死的时候 你就把你自己财产总结一下嘛 你才发现 你工作了20多年存的东西 就是你这辈子 省下的东西 你都没有去享受 没有去花了 你要死 这样对吗 我那时候看一下我的存折 我好歹也去环游世界 全部花光再死啦 可是我现在就 因为我我开始花钱 小时候以后 我就觉得 也没也没那么急着要死吧 我还有这么多存款 我要死的话 那一堆人要去跳楼啦 我后来想想 我自己就好想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那时候po上网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 或是你的朋友 po上网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 他po上网的时候 是大白天 哦真的哦 大白天 那我在工作 我看到那个血 那我自己po上网的时候是 晚上 我是想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像我们前两天看到这个 刚刚消炭结果送掉一条命 这个是晚上11点多嘛 那刚才Fanny也讲 她自己也是晚上 是不是如果晚上夜深人静 比较容易想不开 比较容易如果说 看到这样的讯息 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 自我伤害的念头 通常都会伴随有忧郁症 忧郁倾向 所以有些时候 可能就是在一个很孤单的状况下 然后会觉得说 好像这时候就有很多 不好的想法会跑出来 反正这世界上多一个我 少一个我 也不会有人在意的啦 反正他现在在外面 过得好好的日子 也不会管我啦 反正我如果走了之后 他就可以过他的好日子啦 或是我这样做 我就可以解脱 所以有些时候 这些副相的想法 可能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出现 就是在一个很孤单的时候 然后他有些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状况下 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也许很常出现 所以当他这个想法很常出现 他不是突然跑出来 有些人是冲动一时的 有 那也有一些他是已经想很久了 这些想法 或者是说这些 想要自我伤害的各种方式 他已经在脑中盘旋了很久了 所以有时候哦 其实周遭的人是可以 就可以接收到这个讯息 那协助他去化解一些 像刚刚那个Fanny说的这些状况 其实他可能已经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念头 不是第一次出现 是已经有这个念头出现 所以像我们在做心理智商的时候 我们就会特别提醒大家 像刚刚Fanny他有提到 他有一些喜欢的东西 譬如他很在意的小狗 或者是说他很爱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周遭的人 他把他很爱的东西 突然送给别人 譬如说他又突然送给 辉文你喜欢小狗 我记得你好像很喜欢小狗哦 那这个小狗送给你好不好 那你就要有一个敏感度说 他小狗养得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想送给别人 辉文应该蛮喜欢小狗 他最近的脸书上面 PO的是一只狗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 他可能就会去跟他讲 那有像有些人 或者是说我曾经有遇过 也是类似像这样 譬如说我跟辉文 我借一支笔 我跟说某某你借我一支笔 他借了之后要还给他 那他可能就说 这支笔我用不到 你就留着吧 那像有一些语言 连这样子你都可以听得出来不对啦 要是我我就觉得说 你对我好好哦 我喜欢你就给我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时候 有些时候他用的那个语言语气 我就会觉得他不太对劲 我可能就会多进一步关心 辉文也有一些很诡异的例子是不是 这个当然是 刚刚被你讲说 在网路上当然有很多朋友 他会给你一些意见 譬如说你一个罐头打不开啦 或者说这个小狗应该吃什么东西 才能治疗过敏的 但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说 因为有时候他给你也是正确的资讯 但有时候是错的 我特别讲一下这个烧炭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案子发生在台北县嘛 三重 新北市 对之前新北市的卫生局 他们在研究说 是不是要考虑这个登记 就你要去买木炭要登记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被大家骂了半死 就是新北市又又又又举回去了哦 那以前在网路上就一直有一个传闻 我觉得观众朋友要听就是说 他们他们一个误传就是说 因为很多方法可以选择那个嘛 然后网路误传说用烧炭是 他们讲说是最漂亮的一个 最美的吃法 你会红通通的 就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分率应该补充就是 因为你知道我们处理一些 有认识一些殡葬业的他们他们也发现说最近这几年 越来越多人采用这个方式 可是他们最讨厌处理 譬如说你问当归 那个郭东修他们 他们最怕处理的就是烧炭 为什么 他第一时间因为你那个一氧化碳 你吸进去嘛 然后造成你的这个 第一时间的确会变粉红色的 因为我们都黄皮肤嘛 你不管男女都变成都变粉红色的 然后你会觉得这样很像相对比较 可是他是短时间 他一开始那个反应是粉红色的 过了一阵子之后他的那个 一氧化碳那个浓度降低 下降之后那个化学变化出来之后 会肿起来 然后会变得很臭 然后他们很难处理 就对仗义社的人很难处理说 你们是大家 抬起来都用这一步 因为这一步是 当然我们要先讲究说 所有的这种会寻短的部分 我们都应该要真实生命 要打这些这个反自杀的这个专线 可是很多人都误传说 用烧炭自杀会如何如何 其实不是 我请这些网友们不要再乱讲 什么像芬妮刚补充说 什么最漂亮的 失法 我们永远是网路上看了 那个是错的 又是一个网路谣言 那百分之百是错的 好 其他还有一些艺人 也是网路求救 都有用哦 来看一下 大家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